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叫大家做一个 也算是挺快熟的菜吧 叫黑椒鸡刺 这个菜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烤箱来做 但是我们想让大家用 比较稍微复杂一点了吧 因为有人喜欢烹饪吧 所以我这次是给大家配的一个 就是黑椒鸡刺 你看鸡刺呢 我是事先在我们的中央厨房 事先已经都腌好了的 有一点点的盐 有一点点的胡椒 但是味不是特别的重 最后呢我们还要配上这个黑胡椒酱 我们把它稍微的焖一下 这样这道菜其实也很快就能上手 年轻人可能应该会很爱吃 其实我们现在吃很多东西 都是喜欢 有人说我喜欢重口味 重口味不代表咸 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开了 重口味的意思就是 你喜欢吃酸的辣的 一些味道比较丰富的 比如像一些咖喱 像泰式的酱酸甜的 什么都有 但是咸就真的是咸了 咱们就是吃重口味 没问题 但是不要去咸 我们尽量提倡就是少油少盐的 这种健康饮食方法 对咱们身体也好 对吧 今天这个呢 虽然是配的黑胡椒酱 但是这个味道是比较丰富 但是它不会咸 这个咸蛋到时候 大家自己去掌握一下 好吧 来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黑椒鸡刺 鸡刺呢 大家知道它那个皮上面油比较多 所以咱们这个 在锅里面我们要稍微给它煎一下 如果咱们是用烤箱做的话 当然这个油就能出来了 但是咱们现在是用一种小炒的形式 所以咱们白锅 就我们之前教过 就是不放油的任何情况之下 叫做白锅 咱们把这些材料先放进来 我们用这个热力 把这个鸡皮上的油稍微地给它 之后呢 放我们的这个黑胡椒酱 把鸡刺剥开一下 你要是能吃的比较 能吃辣的就稍微多放点 我这里要不就都放了吧 自己调整这个分量 稍微的油给它爆一爆 让这个黑胡椒的香气出来 就是我要换勺子了 好的 然后把鸡翅给它裹上这个黑胡椒酱 这时候我们需要来一点点的水 让它进进味道 不用太多哈 一点点就好 好的 这个我们盖上盖子 给它蒸个大概五分钟左右 好吧 好 大概蒸个五分钟左右吧 这个水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这个汁哈 我们就可以了 加其他的配料 好 我这里配的是那个西芹 我们先把西芹放进来 混合这个鸡翅 我们先炒一炒 让这个芹菜的香味出来 来西芹大家知道不能煮太久对吧 煮太久就老了不好吃了 我们就要吃它的那个脆口的感觉 稍微热一下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甜椒加进来 为了配色哈 为了让我们的营养更均衡一些 黑椒它毕竟是有一点点的辣味 所以咱配点这个甜椒跟芹菜呢 它就有一些蔬菜的味道在里边了 这个菜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装盘了 是不是很快 好的 这道黑椒鸡翅就做好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